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主题是28星秀的下版与转世 第三段 我们在第一段里头曾经跟大家分享28星秀 星秀下版最早的传说 第二段跟大家分享28星秀 究竟是什么下版 下版的几次 第三个单位我们跟大家分享星秀 星官下版的几种图形 星官下版就不只是28星秀 就非常非常多的星星 所以我们在今天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神仙下版究竟是真是假 难道人群当中真的常有神仙吗 我们从这个传统上的这些小说里面 特别是明朝的这些小说 从宋朝到明朝的这些小说 或者是说更远的从漢朝以后的这些小说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神仙下版 归纳来讲大概有五种下版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受命派遣下版 也就是受到一帮大帝的指派 他下版到房间 所以他带有使命而来的 第二种下版 犯罪被贬下版 例如说猪八戒被贬下版 杀物镜被贬下版 因为天堂当中犯了某些错误 被贬下版 第三种 因为私情羁绊 私自下版 第四种方式是投胎转次下版 第五种方式应节应运下版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中批的一个整理 大概可以分成这五种下版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 新冠下版的几种途径 我们知道中批曾经跟大家分享 华夏民族当中非常相信 这个硕命于天 非常相信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 所以有产生的感生神话 还有梦生神话 从感生神话到梦生神话 然后变成下版神话的过程当中 加上云台28架的出现 加上中国天文观测技术的进步 以及想象的丰富 使得白道赤道黄道相继被发现 使得中国在天球之上 能够辨识的星星一来一多 然后它根据人事之间的一个架构 它在赤道面 把它放置了12个星观 24节气 在黄道面 它放置了四大星群 又放了28仙秀 到了道教末年 到了这个东汉末年 因为道教的出现 所以新冠下版成为人们普遍的信仰 而两宋之后 新冠下版大概都是按照这样同一个思路 例如说罗冠中的三国眼力 在开头当中就带有非常强烈的神话色彩 到后来诸葛亮 这些东方五藏颜 周葛亮 五藏颜 霓星 霓星树等等 都有非常强大的这种神话的一个色彩 妖魔本来是被镇压的 在镇压当中 天下本如是 在镇压当中 但是因为无意当中被放出来 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宋仁宗时代 被镇压在这个地底的七十二绣 七十二的地撒星 还有三十六个天罡星 这里他镇压在这里面 这时候这个洪太尉 这个去到了荣虎山 江西荣虎山去敦请张天师出来 出来祈福 希望能够赶出瘟疫的时候 无意间把这个 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的地撒星全部放出来 一直到了宋 一直到宋徽宗时代 他们发身为水浒传的一百零八将 一百零八个英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小说故事当中 其他反映的当时社会的状况 也就是他反映出当时社会 豪强为祸的一种状况 所以他们才想象 豪强为祸 为祸天下 谁才能够对抗豪强 只有豪强才能对抗豪强 所以水浒传就充满了民间的正义 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所预含的一些意义里头 可以回想到小说所描述的背景 小说所描述的背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个小节当中 我们来分享新观下凡的一个途径 我们来看新观下凡的第一附近 当然在天观下凡的一个途径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背景里头 当然是天文学发展知识的一个进步 另外一个是佛教 道教的兴盛 还有佛教传入了中国 所以就有所谓三界的思想 当然道教的三界跟佛教的三界不一样 佛教的三界 通常是指所谓的欲界、色界、无色界 但是道教的三界就不是了 道教的三界最早是天、地、人的三财观 引化出所谓的天界、地界、神界 或者是水界 或者是从天界、地界、水界 又引化成无极界、太极界、现极界 所以整个宇宙就包含在三界当中 所以三界宫是最大宫 因为它代表了无极界、太极界、色极界 无极界里面就是所谓的天界、地界、人界 然后变成天界、地界、水界 然后这个天界是神仙所居住的地方 神仙所居住的地方 神仙所居住的天堂或天顶 是俗人无法高攀的神圣世界 人界也就是人世间 人世间、阳间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恩恋情仇 所看到的悲欢离合 全部是在人间界里面的生灵生活 地界或者是魔界或者是水界 在道教里头有时候把它叫地界 有时候把它叫魔界 有时候把它叫水界 这个叫鬼界或者是阴界 指的是什么 充满了恐惧 充满了怀疑 充满了害怕 有如阴朝地府般的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堂的职日星辰 各有各的职守 就是带着任务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无极界的是宇宙的创造者 他有原始天尊化三清 所以俗称三清道祖 所管的世界 太极界是宇宙的管理者 太极界的管理者以异皇大帝为首 所以根据道教的说法 异皇大帝最上面还有一个叫做天尊化三清 也就是有一个原始天尊 他变化成三清 叫三清道祖 所以在道教里面 异皇大帝虽然是最高的神 但是他是被创造出来 他是被创造出来有任务 所以异皇大帝他是有任务导向 他不是随便可以干的 他是谁派出来的 他是三清道祖 三清道祖是谁派出来 三清道祖是原始天尊化三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原始天尊化三清叫三清道祖 三清道祖为了要管理天界 所以就异皇大帝为首 管理的天上一切 管理的天上一切 星城管理大地 管理太阳 管理月亮 管理山川海洋 管理植物 任何事情都有一些 还有管理人 还有管理人的坟 管理人的破 还有管理人的福 管理人的货 还有管理一切死亡的一些事物 所以这里头就所谓的三界 三界 三界是无所不包 无所不包 社界呢 就社会的社 社群神 是人可以变化成神 所以这些人怎么变化成神 就这些人如果有攻击国家社会 对国家社会有特别的攻击 特别的照护人群 或者特别的修道有成 他就会上升到天界 变成天上的神仙 值得大家笑话 如果他做了很大的罪恶 做了很大不利于人间的地方 他就会下到地狱去 他就会变成了地狐般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就是过程道教的三界 高在三界 所以朔礼下凡就是俗称的神仙下凡 所以第一种朔礼下凡就是神仙下凡 这一页的神仙下凡 是代表目的性的下凡 这个目的性的下凡 大部分来讲又跟二十四节气相结合 二十四节气相结合 例如说二十四节气里头我们有拜天公 天公圣 另外有所谓的这个十二月十四号 那月十四 有南天门四大天王下凡 目的什么 目的是为了帮助在以后的二十四节气当中 诸神下界打前战 同时为了要正所防卫 所以那月十五的时候呢 就包括马照文官四大元帅下凡 目的是正所法坛 另外还有迎神纳福 还有捕捉逃亡 所以有观音菩萨下凡 有五月大地下凡 另外呢 还有各在春节的时候 有很多净神迎神的文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奉命下凡的这一节里面 它基本上是跟二十四节气相结合 在这二十四节气当相结合 最重要的是除夕 除夕要净神祭祖 净神祭祖 净神的除夕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奉请天地善介 十方万宁 真宰一房大地 还有一家之主 还有呢 还要奉请赵王爷 赵王爷是专门做记录 所以除夕夜的时候 赵王爷会把你这一年当中的各种不同的记录 要回报给天庭 一房大地呢 在过年的时候 也会降临人间 做人间的朝拜 然后在腊月里面的神明 有非常多 在每个月 在每个不同的节气 有不同的神明下凡 所以整个过年期间 或者整年当中 都有不同神仙下凡 然后除夕这一天 就所有的神明都要归位 都要回去禀告 都要回去禀告 这是第一种 所谓的受命派遣下凡 第二种叫做犯罪被贬下凡 也就在这个神仙界里面犯了某种罪过 被贬下来划过 施过 施过之后 他要回到天庭上去 这被贬下凡 这个被贬下凡是有关于神魔小说 神仙类小说最常见 被贬下凡是天庭对处罚了一些犯错天神的手段 这个犯错天神的时候 往往会被处击 就会消除先击 然后到人间去投胎转世 重新修炼 才能够进入先半 例如说天蓬元帅猪八戒 天蓬元帅猪八戒 因为他在一次宴会当中酒后 戏弄了嫦娥 嫦娥一气之下 到一房大帝那边告状 说天蓬大帝犯了色戒 这个求我 也就是现在我们讲 生出玄书所 所以异皇大帝听了就非常生气 所以就把天蓬元帅贬入环间 而且贬入环间的时候 他不是把它贬入一般人道 而是把它贬入一个猪身 所以他就变成猪八戒 另外杀户镜 他的前身是卷帘大帝 然后这个卷帘大帝 原来是天庭武将 这卷帘什么意思 就是异皇大帝在殿寝群仙的时候 他负责把帘子卷起来 就是我们卷帘大帝 这卷帘大帝 因为在有一期宴会当中 他会看到一个仙女长得非常漂亮 所以一直失神 所以把所中的流离斩打破了 所以因此贝贬下满 贝贬到哪里去呢 贝贬到流沙盒成为妖怪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来讲 天上贝贬的神仙都非常非常多 而这些神仙贝贬之后 他必须要功德圆满之后 才能重登天庭 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 贝贬下满的神仙 这个神仙当中 如果他的前世修得好 他会贬到一个富贵人家 如果他的修行不好 就会贬到做乞丐 做什么之类 但是他基本上必须要历经历解 例如说唐僧 他也是金蚕子转世 所以也就是说在天庭当中 有非常多的人 他都是贝贬到凡尘当中 然后历经套一句西部旗的话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历经各种劫难 这种磨练之后 然后才能重类先般 所以这个很多帝王将相 也都是如此 也都是天上的神仙 被派下地上做功德 那这种是贝贬下满 第三种下满是因私情 私自下满 因为私情私自下满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因为神仙是不能谈恋爱 可是在三界当中 有些神仙因为爱慕对方 就不得不谈恋爱 不谈恋爱的时候 就被玉皇大帝发现 所以因为私情而下满 因为私情而下满 最重要是破坏人间的乾坤日夜 破坏日夜 而且因为私情下满 天地常常不知道 常常在下满 为祸人间之后 清点人数才发现 某某人脱脱下满 所以我们在西乎记当中 也常常发生这种情节 脱脱下满之后 然后天庭点名之后 发现人不见 然后到下满就找 所以因为私情下满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他找乱钢厂 而且这个下满里头 通常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人间游历 逞神功 也就是说他在人间 看一看之后 他想要发挥自己的神庙之处 所以偷偷下满这一种 第二种是 女神 女仙 仙女 女神仙 爱慕人家 下满 例如说嫦娥下满 知女下满等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传说故事当中 仙女下满非常多 仙女下满最重要是因为私情 例如说知女 例如说七仙女 这四日下满的神仙 一旦被天庭知道 就会受到天庭的处罚 而处罚的方式呢 就是除气仙吉 引气神能被贬下满 把人类的功力全部包废 然后被贬下满 重新修炼 因为私日下满 天庭没办法事件知道 所以这样的一个 就没有办法预防 也没有办法检戒 因为天庭当中 没有每天点名 常常因为有人告诉他说 天班当中少了一个仙女 天班当中少了一个大将 天班当中讨了一个天神 然后大家知道 原来被贬下去了 或是在地下里头 在人间当中 发现一个人 这个能力特非常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去查这个人 为什么能力那么非常 难道是天上 派人下来的吗 一查之后 发现被贬脱落下满 所以这个下满的事件 常常让人间的乾坤颠覆 而且让仙格变化 这种变化 常常会影响到 三界的正常运作 所以在五种下满当中 私自下满 他非常的有时候也许还好 翻天地覆的一个变化 翻天地覆的变化 第四种 因为个人的念 因果投胎转世下满 也就是说 因为个人的念 转世投胎下满 例如说 在一个白话小说里面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 乾隆皇帝常常围乎私房 围乎私房的时候 他常常听到后面有脚步声 后面脚步声 可是回头一看 又看不到人 所以他都觉得很奇怪 每次出去围乎私房 后面就有脚步声 他回头看 就看不到人 所以他回来之后 他就跟刘勇讲这件事情 刘勇就跟他讲说 他说如果你再次 再次听不到声音的时候 你就问 后面何人保驾 后面何人保驾 所以这样就知道后面是谁 所以乾隆皇帝听 也有道理 所以有一次 乾隆皇帝又私房 私房之后 他又发现后面又有脚步声 所以他就照着刘勇 走告诉他方法 他就说 后面保驾 何人保驾 何人保驾 结果传来的声音是说 二帝云长保驾 所以他就跑去跟刘勇讲说 原来是 他就跟他讲 后面那个神跟他讲 二帝云长保驾 所以刘勇就根据他的神通 就找了半天之后 才跟他讲说 原来你是刘备下凡 你是刘备转世 因为你是刘备转世 所以你的二帝也跟着下凡 第二天的乾隆皇帝就封了官羽 所以第二天的乾隆皇帝就封了官羽 当作官圣帝君 所以官圣帝君谁封的 是乾隆皇帝封的 我们台湾很多南洋地区都拜官圣帝君 但是官圣帝君 他被封为帝君 他被封为帝君 那只是省君 被封为帝君是因为乾隆皇帝封他了 乾隆皇帝为什么封他帝君呢 因了乾隆皇帝自己是刘备转世 然后每次出去的时候呢 就有后面的神明保护他 然后呢 他一问 原来是二帝官羽来保护他 所以就封他为官圣帝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根据这样的说法呢 这个刘备也不是第一次转世 刘备第一次转世呢 是转世脱胎什么 刘备呢 刘备的转世 非常有趣味 例如说韩信 韩信 韩信应该辅佐汉士 但是呢 却莫名其妙被吕获所杀 因为萧和的圈套 所以他中了李寿的奸绩 在长日宫被吕获所杀 所以韩信呢 被杀之后 他因魂不散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冤枉了 自己实在是太冤枉了 自己实在是太冤枉了 所以呢 他就想说 他将来一定要想办法 要来报这个前世之仇 八千世之仇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汉朝为了 这个上天的天地 为了让韩信报这个仇 所以他就命刘邦再次转世 比如说刘邦再转世 转世成什么 转世成汉县帝 然后呢 就叫做韩信 转世 韩信就转世成曹操 然后叫李后转世 叫李后转世 所以李后就转世成 这个汉县帝的胡皇后 胡皇后 所以为了要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刘邦转世之后呢 成了汉县帝 成了汉县帝 刘邦转世成了汉县帝 但是一生当中 却被曹操狭迫 为什么曹操是来报仇的 曹操是韩信转世 但曹操是韩信转世 但曹操为了表明自己 永远作为汉县帝 所以他就说 他绝对不会串瑞 以表明自己的忠贞 一直他的儿子 揣黑一揣汉 这个李后后来转世成胡皇后 因为李后杀了韩信 所以韩信转世成曹操 所以曹操就杀了胡皇后 以报前世之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说法 那杨修什么转世呢 杨修是萧和转世 因为当时刘邦入关的时候 萧和曾经帮助刘邦 所以萧和帮助刘邦 做了非常多事 但萧和做错了一件事情 他又杀了韩信 所以上天就允许萧和转世 成一个聪明绝点的人 所以萧和转世 就转世成聪明绝点的杨修 那大家都知道杨修最后被曹操所杀 为什么被曹操所杀呢 因为曹操是韩信转世而来 所以杀了杨修 以报当日 以报当日萧和呢 害他被李后所斩之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民间的说法 民间的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 来偿还前世 偿还前世就是第四种 就是投胎转世 因为前世的恩怨 投胎转世 要来报仇的 第五种的下版叫 应世应节产生 应运应节产生 这是根据《红楼梦》的说法 《红楼梦》里面有人说了一段话 他说天地生人除大人大恶 余皆无大义 大人则应运而生 大恶则应节而生 就根据《红楼梦》的说法 他说世间上的人 不是大人就大恶 在大人大恶之外 其他都是普通人 他说大人大恶是什么 大人是什么人 是应运而生的人 大恶是什么 是应节而生的人 也就是应运而生 跟应节而生 是出生两种不同的 如果是好人 应运而生 如果是来 作为当朝宰相 是做尽坏事 应节而生 应节而生 所以在《红楼梦》里面 他说应运而生的 包括哪些呢 包括姚顺 包括孔子 包括孟子 包括老子 包括文天祥 这些人都是应运而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来救世界 应节而生的 包括什么 包括唐朝的奸相 李林府 包括李义府 包括蔡经 包括秦快 包括严松 包括康生 包括秦宏皇帝 的宠臣 和尚 这些都是应节而生 所以只要是中臣 通通是应运而生 只要是奸臣 通通都是应运而生 所以应运而生的人 都是贤人 应运而生的人 都是大奸 大儿子人 除了这两者之外 其他人就是普通人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这红红的刚开始他讲了 他讲说 天地生人除大人大恶 与者皆无大义 大人者应运而生 大恶者应节而生 所以我可以看到 在第一大类里头 受命派遣下凡的人 他有负有天命 我们常常看 这个人负有天命 他表示第一 这是第一种方式 受命派遣下凡 第二是犯罪被贬下凡 犯罪被贬下凡 这个里头要到人间来修炼 所以在人间有非常多的艰苦 所以在人间当中 也非常有智慧的人 但是他明明很好 可是他却受尽了挫折 受尽了欺悟 这什么 应论在天上犯罪被贬下凡 等他功德圆满之后 他要再回去 第三种是因为 私情私自下凡 说我们看看 某个名人 有一个什么 缝粉知己 或者有一个什么之类 但是最后都没有好的结果 但是有一段非常快乐时光 那这种叫什么 因为私情私自下凡 另外投胎转世下凡 有一些 曾经看成不是你 就来报仇的 来还念的 我们常常讲的 生了一个孩子 非常棒 所以来投胎要来还念的 然后生了一个例子 这投胎要来报仇的 投胎转世下凡 然后最后一种 应结应运下凡 做了非常多好事 应应运下凡 做了非常多坏事 像勤快一样 应结而生 应结而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里头 道教认为 人世之间 是多灾多烂 对了 这些人当中 不管他是受命派遣而来 或者是犯罪被贬下来 或者私情私自下来 或者投胎转世下来 或者应结应运达生 基本上来讲 就多灾多烂 所以这些投胎转世 因为多灾多烂 他不是刚开始的时候 身体不好 要不然就是九死一生 要不然就是少年孤苦无益 要不然是早年上父 要不然就是怎样怎样 这些通通都是为了要 历经人世之间的酸甜苦辣 那怎么会化解呢 那怎么会化解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必须要积德行善 所以我们历经的 信奉历经人相信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因得五读书 我们以后有机会 再来跟大家分享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因得五读书 而他对人命的影响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 新冠下凡的几种图形 我们就讲到这里告个段落 告个段落 我们希望在这一段 也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新冠下凡 你就看到还有很多 当然我们是 虽然二十八星期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第四次下凡 说不定有 我们就等着小说下来编写 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 就讲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